从今天开始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也就是今年的秋季广交会正式开馆迎客 线下展将分三期举办 展商规模 新品数量 新品发布活动均比上届增长明显 这里是广交会的展馆 在展会现场展出了这么一台最新产品 也是吸引了众多客商驻足观看 这是一台激光雕刻机 我们看到它现在正在往一块薄驴板上去雕刻 动画人物的形象 它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雕刻完成了 并且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品 画面的细腻度是非常高的 它可以往任何的金属表面上来进行雕刻 并且整体的机身重量只有6.5公斤 非常的便携 可以帮助消费者随时随地地来进行DIY的创作 主要是向往美国 欧洲 加拿大等地 但在广交会的话 我们今天也有许多来自葡萄牙 以及南美的一些客户 我们单单这一款机器上午已经成交了28台 不少外国客商也对智能电动自行车和电滑板车兴趣十足 忍不住上车体验一番 这款首发首秀的城市通勤带坐电滑板车 配备了舒适的家后座椅 单次充电可以续航43公里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30公里 车上配置了LED显示屏 可以直观展示旗形数据 并且还可以通过连接手机APP 远程控制车辆的开关车灯等 我们在整车行驶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是一直按这个转板的话 我们的操控会比较累 所以我们除以人机在这个方面的考虑 我们也是加入了电速巡航的这个功能 而这款新研发的太阳能板产品 仅有一毫米厚 抛弃了传统的玻璃组件 采用新材料减重85% 这样一来就能集成在背包 帐篷 户外移动电源等产品上 解决户外场景的太阳能充电需求 随着它的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 从2020年到现在2024年 每年都是有40%50%的这种增长在里面 参加广教会的话 希望能在这边 起码过一亿以上的销售额的目标 数字化 绿色化 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 本届广教会各类企业 在现场展示数字化智能产品39万件 较上届增长超300% 绿色低碳产品也将超过104万件 增长130%